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让老师自己选 主动想当班主任的比例实在是不高 责任重 压力大成为很多老师不愿意当班主任的主要原因 学生的成绩下滑 找班主任 情绪有问题 找班主任 还有班会课 班级记录 各种检查评比等等 都离不开班主任 班主任似乎成了无限责任人 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现状 老师们基本上都不愿意做班主任 为什么不愿意做班主任 张老师你觉得为什么 我跟你讲 在所有的主任当中 班主任权力是最小的 但是他对人类的贡献应该是最大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当班主任 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他吃力不倒好 付诸很多吃力不倒好 还有给班主任待遇也稍微迪廉 这是一个 还有我们这个教育 这个硬实教育 这个还没完全的脱离这个氛围 那么学校 作为学校来说 他更看重教学 更看重分数 所以班主任这一块比较不受重视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班主任他很紧张 因为他管了孩子当中 他很怕孩子出问题 所以有个班主任跟我说 他说眼睛一睁忙到熄灯 这是这个 这个常态 还有眼睛一闭还要提高革命警惕 因为怕学生出事 特别是一些人生事故 万一出现 对 你说按道理应该组织学生去春游秋游 但是很多班主任不敢去 因为他怕出问题 所以出了问题他要负责 所以他非常紧张 所以我想很多人不当班主任 有这么几条原因 班主任就是说 好像是所有的主任当中 好像说起来最不像官的一个职务 但是我觉得很多家长提到班主任 那都是满怀敬畏的 都唯恐巴唧不上的感觉 怎么还不愿意当班主任 主要是说我现在觉得 我们现在目前的学校 他应该说存在着 就是班主任工作 存在着 有的班主任 有的老师他不宜做班主任 那有的老师他可能是不愿意做班主任 那有的老师是不会做班主任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这个不宜做的 就是我们有的老师 他承担了这个行政的一些职务 或者是由于身体和一些 比如说他自身素质等问题 他是不宜做这个班主任的 那么不愿意做的老师 主要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学校的老师 应该说大多数是女教师 中学都已经达到七成以上 那小学应该是比例是更高 那么这些女教师里边 现在的主力是80后的女教师 这些女教师他们的孩子 应该说现在都还在小学和初中阶段 那么因为班主任工作 刚才我们张老师已经讲了 真的班主任工作非常辛苦 辛苦以后他们自己就会觉得说 确实他们能够照顾到孩子和家庭的时间 真的是少之又少 而80后的我们知道孩子 他一般来说 他比较有个性 他们也大多是独生子女了 所以他们会就说 我不愿意当我就是不愿意当 我会表现出这种 更愿意问自己的身份 对 是 第三个不会当的 主要是就是我们这些刚毕业的老师 他们从大学的象牙塔里出来 理论知识是有了 但是他缺乏的是实战经验 按理说他们到了中学以后 需要有在比如说老教师的引领下 让他的教学和班主任 先走上正轨 然后让他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之后 再来正式地接任班主任 但是现实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些老师一到学校 马上就被分配当班主任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有一些老师可能因为自身本身 就是在中学或者说在大学 当过一些比如说班干部 他的能力比较强 可能他对学生的管理是比较到位的 那么他也会说自信心有得到成长 但是我们有一些老师 比如像音体美的这些专业技能的老师 也被拉来当班主任以后 他因为每周只有一节课 他根本没有办法跟学生接触的时间就很少 所以说一旦班级出现了问题以后 对他们应该说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有的人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因应 有人就直接把话挑明了 说现在为什么很多老师不愿意做班主任 就认为说班主任的活非常多非常累 但收入对应的收入很低 所以说不愿意大 刚才他们两位老师 披露的都是班主任这个工作当中 各种辛苦的真实情况 我作为年代长 班主任整整做了二十年 但是我后面我就不想做了 原因很简单 班主任工作可以说 概括起来是责任大压力大 负担重时间长麻烦多 奖励少风险大 尤其是一些女教师 他们有的家里面还有幼儿需要养育 老人需要照顾 还得千方百计的把自己班级的学生 看得紧紧的 还唯恐出现一些什么纰漏 因为责任太大 风险太大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少的教师 他是内忧外患 不堪其压力 我自己经历过的 这种身边的同事当中 就不只见过一个 因为当班主任心里崩溃的老师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对这一次我们市政府的财政 专门拨了给了班主任的一个年奖 已经五千块了 我是非常的赞成 我可以说是欢呼的 所以我认为了 这个非常苦的一个工作 一定在精神上和物质上 都要有相应的这种奖励 双管齐下 真的是非常必要 三位老师刚才说了很多 就是班主任的各种工作压力大 工作量多 然后各种各样的困扰也多 全部都是多 但是唯独一个少 就是班主任所获得的津贴补贴 很少 但是根据我们的了解 似乎这些年 我们也是有对班主任 就是他的工作 相应的一些规定 有一些津贴 但是这些津贴 似乎对班主任 对一些年轻老师 没有本质上的吸引力 我们来了解一下 有报道说 没有相应的待遇 也是很多老师 不愿意做班主任的重要原因 据了解 由国家教育部门印发的 关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中 针对班主任的待遇和奖励 都有强调 班主任任职期间 一律享受班主任津贴 包括民办教师 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在国家播发的 班主任津贴的基础上 适当地增加津贴 所需的费用 由当地政府列入 教育事业附加费中来计征 也可以由各地 通过其他方法来筹措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 班主任比其他教师 在收入方面 并没有太大优势 根据中国教育报的报道 七成班主任的津贴 在200元到600元之间 超负荷的工作 对比津贴的数目 似乎对班主任吸引力下降 做出了解释 其实简单说 为什么很多老师 不愿意做班主任 刚才这个短片提到了 就简单讲 事多钱少 就是我付出很多 获得的收益是不对等 很少 所以刚才这个 欧恩老师不提到了吗 说现在财政 准备有一些必要的措施 搞一个年底的 这个班主任的奖励年金 这个陈老师 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 提高这方面的津贴 刚才两位老师都已经讲到了 我们班主任真的是非常辛苦 那么我这里用一个 比如说中学班主任 他的一天来形容 他到底辛苦到什么程度 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班主任 他早晨七点半 是一定要到学校的 那么到了学校以后 首先要组织学生打早卫生 然后收缴作业 监督他们早读 那么早读结束以后 客人老师去上课 我们班主任还需要待在办公室 等待 比如说客人老师下来会汇报 你班级的学生今天出了什么事情 那么学生也会在课间的时候 时不时会出现很多的状况 那班主任就要不断地去 找到学生交流 了解情况 来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 那么包括上午的大课间 然后学生放学的排路队 中午的学生的午休 乃至于到下午 学生体断 包括一些班团队活动 一些社团活动 以及一些其他各种竞赛等等 班主任的身影 是时不时地就是跟着学生团团地转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有的班主任是从早晨的七点多 到了晚上的七点多 将近要超过 就是说十二个小时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每天八小时之后 就是应该要有补贴了 而他这多出的四个小时 其实用这些五百块钱来给他补贴 那是远远不够 这是他的一天 那我们刚才呢 我们这个 刚才张老师已经讲到了 眼睛一睁忙到这个熄灯 实际上熄灯之后 我们有的老师真的也很辛苦 比如说有的班主任 可能晚上他的手机没关 那么有的学生呢 在家里跟家长 随时有事 一旦呢 怄气付出以后 比如说我生气地离家出走以后 那这个班主任 这一天晚上就不要休息了 那么还有我们就说 现在的班生额数 原来才四十多个 现在呢 已经到了五十多个庞大的队伍 我们的班主任 要时不时地走访 那么多的孩子 应该说这些额外的付出 真的 那个金钱是无法 我觉得几位老师 对班主任的这种各种压力 和工作的繁重 说的已经足够多了 而且我相信 收看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市民 尤其是家长或者是学生 都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痛说革命加时 没有必要 我们都知道很不容易 我们就说 现在准备是增加班主任的 精贴这个提高这方面的幅度 刚才欧阳老师提到了 你觉得如果按照你的设想 你觉得现在给班主任 精贴提高到什么程度 你开个价 你觉得比较好 铁城非常诚意地 让我开个价 让我开个价 我说话是说 以前是五百块 现在在增加一个 年奖已经五百块 加五千块 那整个差不多 就是将一年 有一万来块钱 我认为再翻一翻 比较合理 因为班主任工作 其实是无底洞 到两万块 对 就是两万块 一年 我谈我的 我认为 在这个话题 我先说清楚 我认为班主任工作 是一个无底洞 我做过班主任 负担情况 回想起来的话 我真的是觉得说 那个代价就是很大 有一个很激单的例子 有一个家长 到了凌晨一点半的时候 打我电话 他说今天晚上 跟他的孩子发生纠纷 非得打电话 非得把情况告诉我 非得讲清楚才可以 完全现在你的休息时 没错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 而且呢 这个虽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但是平时我们全心全意的 投入班级的管理当中 要经受来自于学生的麻烦 这个就是江振涵 江老师提到的 但是我现在要讲一个事情 就是说 现在我们要研究说 为什么很多人不愿当班主任 那么有些人就认为说 给他加加钱 有钱 就很多人愿当班主任 我认为加钱 这只是一个方面 钱不是万能的 因为班主任更多的 他是一种精神压力 是不是 现在的孩子很脆弱 他动不动 有的就是什么 自杀了 离家出走了 这个对我们班主任 这种焦虑是更大的 这么压力了 而且出了问题 我们班主任要负责 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班主任 因为碰到学生 有问题 他就叫 说你叫父母亲 来一趟 结果孩子回去 在路上就自杀了 结果怀验判了 这个班主任要负 百分之四十的责任 因为这个是 防不胜防的东西 是不是 那张老师的意思 要法力要保证 从其他方面 钱只是一个方面 那张老师的意思说 单纯给钱 哪怕给再多 很多人还是不愿意 也不一定也愿意当 对 也不愿意当 张老师只是补充了 我的观点 对 所以现在有一种观点 就是认为说 我只要有钱 我就有人 现在张老师 重点是说 钱不是万能的 对 我们来看看 场外很多观众 他们的说法 一位说 按老取仇 班主任的量化考核 和绩效工资 应该是落到十处 五千虽然是不多 至少让人看到了希望 另一位说 做教师最重要的 对学生是有爱心 他的这个前台词是说 谈钱是不是太low了 境界不高 还一位说 用钱刺激 也是一种办法 但关键是 看有没有责任心 认为说 钱也不是关键的 关键是有没有责任心 还一位说 不是待遇问题 是现行的教育 跟不上发展 打不得 骂不得的学生 需要班主任 更耐心地沟通 但一大群 显然是不行的 那他意思是说 班主任可以考虑说 拿的不要太多 但是带小班 不要带大班 那么你的工作强度 是不是就减低了 那这个就我们的 欢迎大家可以随时 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 来发表您的看法 将有可能获得 门窗木墙 五金专家 新钢栏公司提供的奖品 还是提到就是补贴 精贴究竟发到多少合适 陈老师 你觉得发多少合适 刚才提到了 就是两万一年 我觉得还可以 那个就是说 在欧阳老师的基础上 还要略有提高 那我这个不是没有依据 而是来自于我们教育部 2009年 他就有印发一个 就是说中小学的 班主任工作规定 他这个规定里 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普通老师 我的这个比如说我工作满的 这个课十 那你作为班主任 你这个班主任的工作 要等同于我的一半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如果我这个 我带两个班 每周十节课 那你班主任 其实你就要做五 你这个班主任是五节课 那你另外上五节课 可能你就满工作量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班主任 恰恰是什么呢 他十节课他照在上 他还做着班主任的 带课的任务和提供老师 是一样的 对 额外做一个班主任 我当班主任 欧阳老师没有当的话 他五千块 那我是不是该拿到 我跟他如果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这么算的话 比方说你日常的教学任务 只相当于正常老师的一半了 对 然后你还拿每年两半多 这个张老师他们会有意见吗 对 没有 我 我 这是的 没有 我是这样讲 现在有绩效工资 那么绩效工资里面 已经考虑到 给这个班主任一定的补贴了 那么这次又追加的补贴 那实际上这个绩效工资 其实它是从企业引进来的 能不能说我们学校 还有这个有争议的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以前就是 大家都做良心活 你当班主任 我当任何老师 我配合你 对不对 那现在你 你拿钱又多了 那我就不配合了 那现在更追加 我就更不配合了 那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按从理论上讲 所有的老师 就是没当班主任 他也承担了 教书艺人的工作 他也要 所以很多学校就规定 但是你没挂 任何老师是护班主任 但是你没挂 班主任的名 没有 有的学校 有的学校 任何老师是 护班主任 就是要配合 班主任 班主任就强调 一个支部 我班主任是支部书记 其他是委员 大家一起来考 提到这个事 你能想到 就是我们经常说是 教师是阳光下 最高尚的一个职业 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但是话虽这么讲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 教师他也是一个需要 按劳取仇的一个职业 他本质上 首先是一个劳动付出 而且需要获得回报的 这么一个职业 那现在如果是很多老师 不愿意做班主任 是不是 等于说我们这个 劳动力价格信号 出现了扭矩 不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 班主任的一些 劳动付出的价值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TV Talk马上回来 大雨低 奖励少 工作重 压力大 中小学班主任 面临种种困境 老师不愿当班主任 班主任慌 真的是来了吗 提高待遇 加大奖励 增加职业上升途径 哪个是 破确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让 更多的优秀教师 愿意当班主任 TV Talk欢迎亮剑 提高报酬 能让更多的老师 愿意当班主任吗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 Talk 我们今天说到了 有很多的年轻老师 不愿意做班主任 为什么呢 有人说很大的程度上 是因为现在的这个 班主任的津贴是太低了 那么有人也强调说 班主任是一个本身 有专业性和职业特点的 这么一个工作 现在应该强调的是 班主任的专业化 我们来了解一下 班主任要不要专业化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六成的教师 认同设立 班主任岗位专业技术支撑 早在2002年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王海燕就提出 全世界都在研究 教师的专业化 通过教师专业化建设 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 来科学的提高教学质量 因此班主任专业化 符合教育的发展规律 在很多专家看来 班主任专业化 是发展的方向 实际上 针对如何做好 班主任工作的各种培训 也在兴起 但是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 特别是针对近年来 一些学校正在探索的走班制 有观点认为 走班制更强调 学生的主体地位 有可能会让班主任消失 这里面提到了两个观点和看法 一个就是主张班主任是专业化 但是同时也另外的声音 就是实行走班制 干脆就不要有班主任这个工作了 陈老师你觉得 走班制或者是专业化 哪个你觉得更合适一些 我觉得走班制 一般来说在高年级 可能比较合适 因为他孩子已经有了 自我管理的能力 而我们如果是小学的学生的话 他本身自己都很难管理自己的话 如果让他去走班制 可能不太现实 走迷糊了 对 走迷糊 那么教师的专业化我是支持的 但是我是觉得 现在我们教师专业化 应该说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 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第一个教师的专业地位 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 比如说我们刚才都讲到了 班主任非常的辛苦 但是实际上班主任 他在这个比如说这么辛苦以后 除了薪资待遇上的提高以外 他实际上他在这个职称的评定 或者一些那个晋级方面 他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优势 我们拿职称评定来说 我们这个班主任 可能他在这个评定的时候 班主任这一块 每年才给他0.3分 而我们随便的老师 可能普通老师 我去写一篇论文发表 在CN刊物上 或者我去做一个什么级别的课题 那个分数就等同于 他做了好多年的班主任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会含了班主任的心 他会觉得 我做了这么多年 那真的是每一天 就像我们刚才张老师讲的 眼睛一睁倒了熄灯 这么辛苦的 结果不被承认 没有被承认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是觉得我们现在这个 班主任的认定的标准 没有及时地制定出来 那么你没有这样的标准以后 就说有的老师做得很优秀的 那不错 但是确实也像我们刚才 我们的网友说到了 如果他没有责任心的呢 他没有爱心的人来做了 那你这个钱给他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也会觉得不认同 所以说如果有了一定的标准 那就是说评判体系方面出了问题 我在想能不能另辟蹊径 想一个其他办法 比方说用班主任这样的 既然说是好像职业发展 受到了一些制约 能不能用行政的层级来解决 比方说像是我们那个印鸣片一样 小三班班主任欧阳老师 相当于政科技 享受政科技待遇 用行政的方式给你补贴怎么样 刚才我讲到一个薪酬的问题 我想有两个方面我要说清楚 一个是对班主任应该加大这种 就是说薪酬的这种幅度 就厦门的物价而言的话 一个月再增加一千块 我觉得也不是太可怕的事情 另外班主任工作确实负担就太重了 这个前面已经说完了 接下来我想说了什么 我想说了班主任专业化问题 是一个非常应该重视的一个事情 首先班主任的管理工作 是非常需要艺术的 他应该要有特别的热情 特别的激情 特别的情杀和特别的智商 一个优秀的班主任 往往也是一个优秀的管理人才 把他放到另外的管理岗位 他同样能够成绩做 我提一个观点 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说 班主任专业化应该提上一个 一个很高的沉面 另外怎么样 另外就是说在薪酬的待遇上 给他们这些人奖励 然后忍者上 不能忍者下 有一个竞争 不是 你们现在提出班主任专业化 现在我在国际上 教师这个职业专业化还没解决 就是说中小学教师 他在国际上 他不被认为是一个专业 那我们有中国国情 有有有 对对 那现在就说 这个中小学教师这个专业化 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 那么班主任是其中的一个岗位 要不要专业化 这个也有争议 而且刚才讲过这个走班制 其实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们一定要适应这种 没有班主任的这种 这种情况 外国它是很多是没班主任 它是顾问老师 甚至就是辅导员 是不是 他培养孩子那种独立的意识 更加强大 甚至以后很多学校都要消失 学生就不用来上课 在家里面 哪里一个平板电脑 在那边上课 学校要消失 那么根本堂上班主任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 现在场外有很多人 又开始有自己的看法了 一位朋友说 可以设置双班主任 分担各自负责的部分 减轻压力 就是增加人手 另外一位说 不能因为责任大 压力大就拒绝当班主任 每个老师都要学会当 学会做思想工作 哪位老师没有边带自家孩子 边当班主任的经历呢 就认为说还是应该敢于担当 还因为说我们80年代时 谁敢计较补贴奖金 都是一周只休息一天 工资少得可怜 现在都是要给钱才肯干 把钱看得是不是太重了 还有一位说 先提高待遇 然后再逐步解决 班主任职业认同感的问题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说 好像言下之意 有的人掉到牵牙里 光看钱 有的人认为说 待遇还是很重要 欧阳老师你觉得 经济杠杆起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在这个 这个是根本的问题 计较这个钱的问题上 我是最有说服力 因为我83年出来工作 当老师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没有班主任补贴的 后来到了工资 大概到了五六百块的 升到五六百块的时候 当时才是十五块钱 后来到一千来块钱的时候 大概升到三十块钱 所以说在那个情况下 因为整体是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当做一个 跟计较的一个理由 所以在这边 我再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关于刚才张老师所说的 那个有关跟国际接轨的问题 我认为是尊重国际的这个 共识应该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我们想想看 我们的老师的待遇跟西方国家 或者是跟国际的工资的 能不能接轨呢 这个情况下 已经大前提没办法接轨的情况 中国有特定的这个教育情况 人口众多 人口技术非常大 教育压力非常大 这个情况下 我们设置的这个班主任 具有特定的一种 一种培养的支撑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我们很多人 都可以了解到 自己曾经受过影响最大 有可能就是自己的班主任 还可以接受到你 对对对 你接受了 好 好 好